各位觀眾朋友,晚上好 我們是… 我的前世靜靜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 《養豐華之聲聲歌友會》 我是主持人,宋家綺 今天真是振用強大 很多我們的老友 回到我們的聲聲歌友會 跟大家見面 特別要介紹的是站在最中間的位置 非常穩重,很有內涵的女性 她就是我們的導演思樂 大家好,我是思樂 思樂每次來都帶有新戲 這次是甚麼戲?跟大家介紹一下 是一部全新創作本土的 粵語多媒體舞台劇 《我的前世情人》 是,除了思樂是導演 其他都是一眾演員 讓我們逐個逐個介紹自己 以及戲裡演甚麼角色,好嗎 這邊先來,來 大家好,大家好 我是在這個舞台劇中 飾演其中一位男主角 王子一的冬山少爺 是,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邵榮 在這部劇中飾演吹眠師,吹美 其中一位,這邊有其中兩位 是吧 其中兩位請介紹 我就是其中兩位的其中一位 我是寶欣 在這部劇中飾演吹美的吹眠師 你好 大家好,我是其中兩位 中的最下一位 就是梁珊珊飾演王子一 你好 C樂,我的前世情人 聽名字真的猜不到說甚麼 大概總結幾句 其實故事說甚麼 故事就是說為何有催眠師 就是如果大家了解催眠 其實催眠有一個最高的境界 是可以催眠師幫你 你自己去看到你的前世 你前一世 你用了這個橋段 我們創作了這部劇 就是若然男主角有一次催眠之後 會不會在他家裡 真的看到兩個前世 有兩三個情人告訴他 我是你前世情人 有一個是古代,有一個是民國 最後還會跟催眠師之間有一段故事 聽起來好像簡單,十幾句話 其實很複雜,錯誤複雜的一個劇情 這麼棒的劇 我知道之前上過兩天了 接下來這輪的公影會是哪一天 我們重演會在五月二十四、二十五號 在廣東藝術劇院 在一個粵語的舞台劇下 所以你來就會有一天看到 少爺和趙榮 有一天就會看到珊珊和夢欣 對,老實說 之前那段時間 你拍很多遠線電影,網絡電影 為何會臨時臨急 又撕出一部多媒體舞台劇呢 其實《我的前世情人》 這個最早的版本是網絡大電影 是一部網絡大電影? 對,我最早上一年的五月份 就是在拍攝的時候在河原 在拍攝的途中 我突然覺得這部電影如果搬上舞台 利用我們全色影像 多媒體用影像一起結合會很有趣 因為現代人和古代人物 或者和民國的女生一起演戲 在舞台上會有很特別的效果 在當時拍攝的時候才想到 於是就回來籌備 所以是因為有網絡大電影 所以就衍生出有舞台劇 是… 好,不如這樣吧 舞台劇的事情待會有時間聊天 現在先看看這部網絡大電影 就是宣傳片,好嗎 好 你剛才介紹過 這是多媒體的舞台劇 是 是怎樣去理解多媒體 其實這次我們用了一個 叫全色影像的技術 但那些畫面就是… 一定要進來我們現場 很期待 那你不來看首演 我看看我期待誰 全部都很期待 我期待妹妹 還有一部分就是水底 找也找不到她 一路潛水,對 導演,問回選男女主角的問題 男女主角的組成是怎樣看的 為何會選她們 經費不夠 我想是有點難取捨 譬如這兩位都跟我合作過很多戲 我覺得AB角給觀眾看 也有全新的感覺 譬如我們試過星期五做 讓我猜到它 表演的會不會 有一個在你 想像是真正的 別忘了 我們在不信心 跟隨時 絕對 為何要不信心 我也是 我又說 少爺曾經說過 他說趙泳姐姐是她的夢想對象 趙泳姐姐是很多男生的夢想對象 趙泳姐姐一年也有幾百萬個 夢中情人 夢想對象… 好,我們先經歷那麼多 不過接下來要聽一聽歌 因為這首歌真的很好聽 應該對這部劇非常有興趣 我知道劇中每個演員都是多材多藝 有很多都是名嘴主持人 作為一個演員,最基本是甚麼 一定要記得這個對白 所以我們決定玩一個遊戲 考驗一下大家 這個遊戲叫台詞傳聲筒 一群演員一場來到 當然要玩一些過癮遊戲 由東山少爺、趙榮帶領的前世隊 對抗由梁珊珊、莫無欣帶領的情人隊 遊戲馬上開始 台詞傳聲筒 演員分成兩組 每組派出四個人進行遊戲 第一個隊員看影視片段 並且將台詞對白演繹給客人 以此類推 最後一個人對白完成度 最高的隊伍獲勝 輸的隊伍集體接受大取懲罰 好,就是這一段了 不是,這麼長 這樣吧 我們是一場大學四年的同學 是 劇本你照著讀給他聽吧 讀給他聽,他也忘記了 來,開門… 第一個,拉開板 宵夜,開始了嗎 對,開始了 不收錢嗎 不收錢 也只是25.5元 多了25元 這麼貴嗎? 這麼貴嗎? 加底吧 加底 加不加底嗎? 可以 36.8元 36.8元 加底更貴嗎? 加底更貴嗎? 吳加底就12.2元 是吳加底更貴嗎? 好 吳加底更貴嗎? 吳加底是多少? 吳加底就12.2元 加底呢? 36.8元 36.8元 剛才你說25.5元 不是,是20.5元 那是甚麼? 是個半,我粵語麻麻你 甚麼?今早早餐買甚麼? 房居打多少錢?15.2元 加底25.5元 早餐也可以加底嗎? 好,你是同學 所以我就給你看 沒可能記到 好,下一個…打開門… 金周前 早餐多少錢? 25.5元 加不加底? 加底多少錢? 加底… 不加底25.5元 接著加底38.5元 不加底38.5元 加底25.5元 有沒有搞錯? 為甚麼不加底比加底更貴? 是 那你加不加底? 不加吧 加底就38.5元 這麼快嗎?38.5元 接著加底25.5元 好,時間夠了,下一個 糟了,這是甚麼? 隨便呢? 加底28.5元 不加… 不加兩… 不加三十八.5元 你加不加底? 你加底就… 25.8元 加底要甚麼?有腸仔? 有腸仔說這麼多話給我 好,劇本在我手上 中到一句算一句 看你中到多少句 來,開始吧,邱先生 這部腸仔應該說吃早餐 是不是吃早餐? 加底25.5元 20.8元 不加底就30… 十六.8元 八.8元 38.5元 究竟加不加底嗎? 加底有腸仔,有… 火腿… 有蛋 有餃子 有包 有加茄子 有香茄子 有牛奶 有沒有搞錯? 加底…不加底比加底… 沒有吧? 沒有了 你一共中了兩句 太好了 第一句就是… 加不加底嗎? 第二句就是… 不加底,比加底更貴 所有價錢都是錯的 但少爺的複術都可以 對… 少爺真的中了很多句 對,中了很多句 其實到了阿富,又減了大半 對,不知道為甚麼 你們的隊伍是答對兩題 接著就換隊了,好嗎 好 前世隊出場,來 對,輪到前世隊登場了 派出的就是欣欣、珊珊 李健和妹妹,同樣是看片,好嗎 你需要給我一份你看片嗎 你覺得呢 我給了趙榮,沒理由不給你 真的一視同仁 好,李健,來,準備 3、2、1,開始 這個是不是? 這個不是 我還沒叫你站出來,為甚麼站出來 一定是撞賊心虛 身有屎吧 你說吧,是不是?你是不是? 我是跟街坊人來看熱鬧而已 對,不過站了一點點,最多站回… 這裡倒轉,只是站出了一點點 最多站進去,對,站… 你自己在你那裡表演就行了 不用去別人那裡 你這樣有戲劇後果,站過去 聽著站著,黃線以外,站到了 喝,咬我嗎?糟了,又站出來 又站回去,咬我吃,彈出彈入 你打我一份,你打… 完了嗎?完了,快點,下一個… 原來真的音樂很棒 脫不了就別脫掉 好 咬我吃嗎?你這個壞人,你很壞的 天賈,哈囉,你這個臭小子 我們跟撞馬桶 還要在這裡騙他 這次是甚麼 你打我吧… 夠腳,你動我吧,動我吧 還有這裡,動我吧 你咬我吃嗎? 打我吧,打我吧… 打他吧,你打我吧 黃線內… 不斷重複 紅線內,打我吧,你以為甚麼 我都不知道甚麼 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我都怕了 我都怕了 反正就打我吧… 有五句,五句我們就贏了 你那個只是一句而已 好了,尾尾還是這樣 中一句就算一句 我不記得 預備,3、2、1,開始 怎樣?你咬我吃嗎? 打我吧… 現在甚麼事? 是嗎?是嗎?是嗎? 你去黃線內… 你現在甚麼事? 我就是這樣了,是怎樣? 你過來吧 我就是這樣撞,怎樣? 有種打我吧 家台詞 將你老公平時對你的不好的 全都發誓在我身上,很過癮 還有幾個 其實正確是黃線外,咬我吃 打我吧,就是剛才三個 真是黃線 所以勝出機會是前世隊的 好,下面是大懲罰Yoko 你這樣打我吧 這是甚麼隊 對,五位演員 其實經過排練也好,演出也好 包括我們平時的招職相處 其實都建立了很多默契 其實互相都知道對方有些猛料 既然是這樣 我想問一些觀眾朋友 粉絲朋友 很好奇的一些問題 你們做一做爆料 接著我問了問題之後 我說三二一 你們覺得是誰呢? 就用手指指他出來 為何我覺得你的樣子很恐怖 對 我真的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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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看看甚麼問題 真的嗎? 來了,第一題 在在座當中,C樂最偏愛的是誰呢 3、2、1 指 不用看了,最多是李健 欣欣,你很可憐 沒有人指你了 在大家心目中 C樂是不疼愛你的 最多的是李健 為何大家覺得C樂會這麼疼愛你呢? Honey C樂的舞台劇通常都是有我的份 而且我沒有AB國替換 可能大家會覺得 為何他經常有得做 為何你用通常 不是… 他們是一家的 不是一家的 最主要是因為李健 收得便宜 對,又說出一個項目了 這就是經費問題 我想說C樂導演 在這次這個舞台劇上 你的確很偏愛我 他安排了一個好夥伴給我 阿強 那個拐掌 對… 所以我很疼愛他 C樂也很疼愛我 好 C樂,你怎麼看呢? 大家都說你最疼愛的是李健 其實也是 事實上我每個舞台劇都有李健 而且我會找到很適合他演的角色 這次他演一個六十多歲的老人家 他看完劇本跟我說 我不可以演得太老 如果我演得70、80歲就不像 他對自己的演技也很有了解 所以我們定義他是六十多歲 我給他一些比較難度高 還有挑戰的角色 從考驗他的角度 也是挺偏愛的 那就對了 應該就是最偏愛李健 好,第二題吧 準備指了 在座,誰最貪美? 3、2、1,指 可以了… 可以了,明白… 不好意思,我也指了 每天看梁珊珊的朋友圈 貪美度、自戀度 你自己解釋一下 通常朋友圈就是… 沒有那樣就發那樣 我這樣不夠,所以每天都要發那樣 其實我的話,自己覺得自己真是… 對於形象來說,是很隨便的一件事 甚麼… 不是… 你是不是很在乎 你是不是很在乎… 你是不是很在乎… 因為我對每一件事都很嚴格 我本身對我自己的所有事都很嚴格 其中一件就是這個形象 即是外出,就更加執政 明白了… 這是最統一的 史無前例,全部都此舉 連我也忍不住 好,第三題 請問在座的你 最不想跟誰有對手氣 3、2、1,指他 她們倆是… 真有仇的 真王三、王太 你看到 我…我人指我,我理解的 但其他人指我 我真的不理解這件事 不…坦白說 其實我挺享受跟李健一起 台戲或是對戲的 因為其實對手也有很多東西 自己… 但是就是… 享受完就不想再做了,對吧 享受完 我們倆很有默契,所以… 胡子 好,接下來第四題 這題重點 在座的你 最想跟哪一位演親密情侶戲 3、2、1 李健,你很不客氣 我當然不客氣 你怎樣 你想也不想 就指趙榮 當然,如果我坐的位置 我也是這樣指的 是的 但是MayMay是雙指 又指了李健,又指了… 少爺 我比較貪心 貪心一點… 趙榮,你已經有幾題 沒有指過人 我也指了 你是不是睡著了 來參加綜藝節目 你們也沒人指斯洛 怎麼搞的 我… 斯洛,我指你 有參與選擇嗎 我最想跟斯洛 演出後,現在就出了 下一部戲就可以玩了 嘉嘉談 對… MayMay 為何你要選李健和少爺 兩個不同風格 為何你不選珊珊 因為珊珊最熟 我第一次做主持的搭檔 包括排戲和珊珊 看貓貓 對,那時候是最熟 剛入行時 她帶著我一起去看貓貓 還有一個問題 柔光女,你為何不選擇 因為她唱歌 跟她在一起唱歌 那麼好聽歌,怎麼辦 她們不唱歌 她們唱歌要收錢 我唱歌不收錢 她們唱歌是拿錢的 你唱歌是拿命的 對,那是 然後接下來,最後一題 如果在現實當中要你選擇一個 做你的前世情人在座的 必須是異性 在座的,你想選誰呢 3、2、1 你選擇欣欣,是嗎 是 誰選擇我… 有人選擇我 誰選擇我 柔光女,是選擇欣欣 我選擇你的 四個人選擇李健 少爺竟然選擇我 少爺 他可能沒得選擇 我想問少爺,你選擇導演 是否出於擦鞋的原因 不是…某程度 難道我選擇她 她會對我不好 或者對我更好嗎 當然 因為斯樂是一個很有故事的人 我相信有故事的女人 如果是可以遇上她的前世 去認識她的前世 我相信會… 很有趣 有很多不同的故事給你聽 即是她也想有故事的意思 你又是說斯樂 這輩子是一個有故事的女人 對,很可怕 你知道她前一輩子是有故事的女人 她可能是一個男人 所以不是要… 或者是隻狗、貓、豬 好了,聽完這些所謂的爆料 其實也好像沒有說過話一樣 聽完大家的肺腑之言 來自廢中的說話之後 看得出這個劇組 真是相愛相殺的一家人 其實他們的感情不算太好 接下來,不好意思 你一家人,現在坐得整整齊齊 馬上又要分家了 因為要進入下一個遊戲 這遊戲叫做高百氣球 高百氣球 每隊派出四名隊員輪流進行 其中一個人負責手拿著充滿氣的氣球咀 之前數三、二、一之後 要大叫一聲,我們在一起吧 接著就放開氣球 另外三個人排隊輪流接氣球 另外的隊員接著氣球的話 就要叫我願意 接不到就叫下一輩子了 接到氣球最多的隊伍勝出 輸的接受大取懲罰 看吧 好,先是情人隊 來 好,加兩人接的 好,情人隊 第一個氣球 3、2、1 我們一起吧 下輩子 好,下一個… 誰來接吧 負麗尼科,好 準備 3、2、1,來… 我們一起吧 我們一起吧 好像… 真的離譜了 你放的… 你放的給旁邊隊員接了 兩個氣球了 所以你們兩個接不到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準備 3、2、1 我們一起吧 好… 好,很棒 太棒了 太棒了 好,情人隊 碰碰三個氣球 只接了一個 接下來輪到前世隊來挑戰 好,來到另一隊了 前世隊了 準備 3、2、1 我們一起吧 好… 好… 太棒了… 太棒了 太棒了,太棒了 你撿到而已 原來這是寶珈島 你根本是旁邊隊派來的 剛才撿到球 好,第一個是不成功的 接下來接下來接的就是李健 太棒了 尾尾來放 來,3、2、1 我們一起吧 我太棒了 你別說他真的差一點點就接他 我們剛才說都是差一點點 最後一個尾球 來,誰來放,誰來接 你差一點也能接到 來多一次 是的 3、2、1 我們一起吧 我們一起吧 還不錯… 兩隊都是最後一次的嘗試 才能接到的 所以兩隊是打成平手 是… 拖白氣球,有人歡喜有人手 為什麼? 因為愛情 給你一張過去的C.D 給你一張過去的C.D 聽聽那是我們的愛情 有時會突然忘了 吳家良在哪裡 我們有時會突然間 是太棒了 他不怕 還是… 我的愛情 真的碰到了 而且不怕 我已經保留了 把我抓人 我不怕 其實我就是… 我又生死了 沒有就沒想到 對我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妈妈生得好, 因为后天培养得好 因为月韵风华都培养得好 荣姐, 你最心目中三个理想的男计人 宋家琪, 东山少爷 珊珊, 比少爷 你最討厭的三件事是什么? 我最討厭的三件事是吃很多肉 以及睡觉太多, 以及不運動 交給你, 来… 没问题… 全被自己扔了 你每年去三个最喜欢的国家在哪? 荷蘭, 日本之浪, 你一件 为什么你要跟你有婆婆結婚不同 你是男人, 我不喜歡男人 你… 我老婆漂亮 麥米, 幽光女, 你… 家裡的私底錢你收到哪? 三个地方 床头昂貴, 睡三个桌子 然後還有是床房, 眉眉 你觉得演哪一首歌你最喜欢? 演三首歌? 就是我三首歌, 我要發達迷情 以及我的前生性 那边人… 那边… 珊珊… 你好… 你最喜欢的三个女艺人 梁永琪, 梁… 梁珊珊… 有这个人, 梁永琪 有 莫恩, 朝银 你最喜欢吃三个菜 竹竹精 快点… 雞蛋炒…炒九王 蒸蟹 你… 你… 你想怎样? 不可以跟你老婆说的三件事 私底钱? 私底钱, 不可以说 是 然后就是… 包 私底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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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底钱真相分高 以及周適时间 趙荣姐姐, 我看到你 做什么? 快… 我答完了 我问你 你最喜欢吃的… 那些水果是什么? 快点… 蘋果、雪梨橙 卑菲 卑菲 你最喜欢吃的三个地方 英国、美国、泰国 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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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 你这么知道女声的原因 第一, 好聽, 第二, 媽生, 其生 我姐姐也喜歡 少爺, 後面, 少爺, 這個 那邊, 少爺, 那邊 你少爺 你最喜歡你老婆, 變三樣的 太厲害… 你看, 她的表情, 她的表情 問吧 你就是我的條件, 三個 溫柔, 可愛, 善良 左邊, 吳家良 你現在有 為什麼… 還不結婚 第一… 終於結束了 雖然爆了, 但我也想知道那三個原因 是的 第一, 沒車, 第二, 沒樓 第三, 沒錢 一句, 說一句 謝謝… 寶貝, 你可以環遊世界 不是, 寶貝環遊世界 好, 吳家良就碎在她的手上 先給掌聲音樂演員, 謝謝 真心話大爆料 又加深了一群演員互相的了解 不懂不懂還衰懂 立刻來聽聽榮珊珊健 唱舞台劇插曲不懂 你懂嗎 原來的歌 prze 合照中 轻薄仍宽厚 照眼间 面容依寇 抹雪出口 感受 没法伸手 昏楼 光阴前传 去我脏随 追追框框 去我归睡 今天消失了 我恨睡 反反复复复 卖床 心里 睡 蜜蜜 蜜蜜蜜 谢谢珊珊 和我们唱了一首这么好听的《不懂》 接下来我们说些大家都懂的东西 有些不懂的我们就问到明为止 斯洛其实真的很不容易 坚持了做本土的演出 很长的时间 其实坚持了这么久 最难的地方在哪里呢 斯洛 最难的是突破 突破又要生存下去 对于创作者来说 当然想每一步都比上一步更加有进步 或者是可以尝试的东西更多 但是你不知道观众喜不喜欢 或者你不知道卖不卖座 如果你不卖座 可能是虧本 你怎么再生存下去 这是一个在运作上很艰难 所以这两个本身是有矛盾的 因为突破其实有时候要洗钱 要资金 所以这些是很现实的问题 又要兼顾作品如何可以 有进步给人看见 这次进步了很多 内容和表达上面 这是在创作水中最痛苦 最难的一件事 是什么驱使你不放弃坚持 到今时今日 很简单的道理就是喜欢 是自己喜欢 没有想太远以后会怎么样 以后成不成为一个怎么样的导演 或者以后可以走得多远 是这一刻我是否做得好 我喜欢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经常说过那句话 就是不忘初心 抵礼前行 没错 我又想问一下 其实各位演员 你们演了这么多斯洛的舞台剧 其实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就是斯洛有时候 他会不计成本去做这件事 哪怕在他经费并不是这么多 或者在预算内的情况下 他很希望可以把没有预算的情况下 把这件事做得 他会在剧本方面更加花心思 去做得更加完善 这件事我觉得 他就是一个对舞台剧 对电影的各种追求 对于我来说 因为近期有经常在澳门和香港 做一些舞台剧的交流 其实我在外面介绍 我们广东的舞台剧的时候 自己也挺有感触的 因为每一次我开场白都很… 大家好, 我是广东现在唯一 坚持了十年 我还在演员舞台剧的女演员 我叫奥欣 通常我说完这番话之后 大家都会心有感触 大家会很明白 这个市场有多难 这份坚持有多不容易 但是在演员这个领域 每试一个角色 包括我在《月韩风华》的 这个比赛里面 我会试到很多 原来我人生里面有这么多的可能性 而这些可能性是 自己原先是挖挖不出来 可能是导演 是斯洛教了我十年 然后是其他导演 还给我其他题材的时候 会令我告诉自己 我可以画自己画得更深 太好了… 最难的, 我始终觉得是坚持 但是坚持这么多年来 做了这么多步 就不是玩玩的这么简单 真的全心全意 和全情投入去做自己的梦想 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奋斗 接下来要唱歌 就是珊珊和欣欣 你们选择了什么歌 给斯洛 你最珍贵 谢谢… 好, 交给你们 你给你们看 明天还想和识行 你不想和我 好, 我要去看 一句话 我做什么 你能不想和我 做一个什么 一句话 我好, 我想和你 好, 我想和你 好, 我想和你 我想和你 好, 我想和你 好, 我想和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持人,唱得很好,很有感情的一首歌 伴著這首歌,我們今天的月韻風華 《星星歌有會》也是接近尾聲 最後想思樂再次跟大家說說 我們這部這麼棒的劇 何時在哪裡再次公映 5月24、25日 在廣東藝術劇院再見大家 《我的前世情人》 多媒體舞台劇,約定你 希望現場的朋友,包括電視機前的家庭觀眾 一定要買票支持本土原創 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下期月韻風華再見,再見 再見 我是你上一輩子的情人,夢蝶 主要是如果喜歡肌肉的話 就一定是選少爺的 我又不是選除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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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選除衣 你排是另一種東西 演的時候另一種東西 你的對手很難適應 很難適應 謝謝